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继续我们今天RYP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 不得了 仙气女神 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 我们Vinus 王品逆小姐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好紧张 我每次做这些访问都很紧张 因为每次都是美女 我会害羞 我也很紧张 你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大家都跟我说 哇 微辣的访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样 很漂亮 谁都要抽一个时间去做 那我就OK 哇 多谢 多谢 非常受宠阳境 应该是我受宠阳境 那好了 我们照舊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都是上网收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 接着我们就简单筛选一下 再给你 所以都是循例戴把头盔 全部都不关我事的 全部都不拿米 是的 OK OK 那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到你 因为我知道最近Finnis好像是加盟了声幕 对吧 是的 第一个观众问你就是 有没有想过转行做歌手 他好像没有更新的资讯 咦 是吗 还是他知道我签了 然后再问 都很难 可能就是问你 这个举动可能就是想做歌手 是吗 哦 是啊 是啊 这个举动是一个 是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这件事 我不是做主动的 那真的很好幸 在我拍剧的途中 你知道声梦和TVB的关系 亦都这样去认识到现在的老板 那这样去认识之下 他就说你要不要试上唱歌 那我都觉得 哇 这件事挺有趣的 因为本身我的好朋友 唐妹 他是歌手 那我经常都会看他的表演 看到他在他的舞台上 我都觉得 哇 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表演 那我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那有没有说是因为 什么原因令老板 会上你试试唱歌呢 就是有没有发生了什么 令他看到 哇 原来Finnis可以试试唱歌 是有没有这些的 其实我都真的不知道他想的 他到现在都 哦 哦 就是他 他也是驚訝了我 因为我 那首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做唱片 他是很全程投入做唱片 等于我很全程投入做演员一样的 那变了 在音乐方面他会有很多想法 但反而 他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那所以当他见到我的时候 啊 这个女孩是谁 反而他想认识我 了解了之下才快 哦 原来你已经拍了 啊 又有些电影啊 现在又会帮TVB拍几个剧啊 那大家有一些合作的时候 那变了他就会觉得 咦 那你有没有兴趣唱完歌啊 突然间他就有这个想法了 他这样邀请了之后 大家就好像有一个 挺轻轻的 进程就是有试音啊 很快就签了了 明白 所以其实 那会不会已经有歌制作了 还是怎样的 是 歌选了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拍剧 所以就希望 拍完剧之后 专心一点才可以去做音乐 我想起码都要下年一二月的时 才可以开始去录歌了 哦 明白 那其实也很快 就是说一说下年 其实都是过到一会儿的时 是啊 其实很快的 这位观众可以期待 应该很快就可以听到 Venus的歌声了 比如下一个问题 这个我也知道的 不过交给你解答好一点 就是手指上的纹身 有些什么 哦 那我手指上有 这个纹身先说 这个纹身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跟着我 叫No Fear 那为什么我叫No Fear呢 就是当年我二十岁的时候 就选择了去纽约读演戏 那在这件事上 其实对我的啟发很大 这件事我想是我人生之中 做过最勇敢的一个决定 当时没有钱 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什么都没有 勇志 还有只有一个想 我想去做 为什么想去做呢 就是刚刚拍了一部独立片 那独立片的男主角呢 就是去完外国读演戏 回来的一个人 那他就说很懂做功课 做很多很多所谓演员要做的东西 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导演是一个英国人 那他就说 你好有talent 但是你也要继续去学 那他就 就是在这一件事 就inspire了我 我觉得 既然我要选择演员这条路 真的不能说 靠所谓的天分 或者是靠 觉得你也挺上镜 那就算了 最终去到纽约 跟着去到那里stay 去学习整件事 我觉得是很神奇的 你叫我再去经历多一次那种 排除晚安 我未必做到 完结的时候就去文 no fear 就是不用怕的 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那这个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纹身 这个就是 戒指 就是结婚戒指 是的 我有六条线 他有九条线 9月6号结婚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念 其实还有一个 这些都是一些 大家 情侣之间的纹身 都是跟我老公的 所以 我想问一下 譬如先生 跟你纹了这个纹身 那有没有真的送戒指的 有戒指 有戒指 因为我们有个想法 就是觉得 那去到 婚礼的时候 大家都要交换戒指 反正 不可能没有戒指 交换戒指 也有戒指 是的 我还想着 如果是这样 其实对于男生来说 都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可能我们去买一只戒指 是的 其实是可以的 他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 最终又觉得 唉 其实我很想 做戒指 因为这个想法是他的 是的 正常应该是男生 我觉得很聪明 李先生真的很不得理 是的 但是最搞笑的是 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觉得是一个很独创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上网 喂 很多人这样做 其实不是很特别的 但是你们那个 可能 你问几条线 你代表日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哦 民生师又一直问 你有没有代表你们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 你们喜欢的东西 其实我们很简单 根本 就是我们的关系上 都没有什么 说 有什么代表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就是 舒服为主 不如把日子 这样去代表 我都会参考这个方法 可能男士都应该去参考这个方法 底下 还有其实很漂亮 就是他就 炸了三只手指 这件事应该是慢慢要 流行开来的 我觉得 我强你建议我作为男生 比如交换戒指 我自己个人看法 就是可能 你也有个仪式 那可能大家都拿一支 纹纹的东西 就不是交换戒指 就可能帮你太太画两下 太太帮你画两下 可能就 也是 也是的 也是可以的 跟女人俱乐部 哪个最好朋友 陶妹 就是陶妹是因为 这个先识 还是 是我们是拍这个先识的 最主要是当时 我们住得比较近 他是一个很愿意为朋友付出 就是很不计较的人 我很记得我搬去他附近的时候 他是 走了很远 他以为很近 以为他都没来过我新的家 接着他以为很近 就由他住那里 走走走走 我想九个字过来 就是 买了个面来喝 入伙 哇 就是他是会这样的一个人 到现在他都是我鄰居 大家好像Family 那样都可以唱 那你现在可以多去唱一下 大家练一下这个唱歌 有啊 请教他 他对唱歌很有想法 和有passion 明白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入行当初 当初 演员这个部分 就真的 多谢麦希昕导演 他是第一个找我拍电影的人 我很记得他经常说 有一张 因为我还在咬牙 他就说 他看到一张 不是很漂亮 但是又 挺有感的 可能真的缘分 他在云云的 那么多个美女之中 就说 这个女生我想 试试她 然后完了之后 导演很感动 他说 嗯 我想这个角色是你的 那我就感受了我第一次的 演员的活动 那就是这样开始 哇 很厉害的 正常第一次Casting 甚至你电影没试过 Casting 也是第一次的 其实应该是超级紧张的 我想那一刻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根本就不懂镜 也都不觉得会是属于我的 这个角色 就是之前Casting的经验 就是做下model 可能去拍下广告 那些都是大家 朋友 hello 那些 那些一秒零秒的戏 那 就知道Casting 是会有个镜头摆在那 那那个副导演叫你做什么 那你就 你就做些什么 就是知道是一件这样的事 那去到电影Casting 他真的会给你一份稿 你要在很短时间里面去记得 然后去想 我要怎样去角色扮演 那样东西都是 挺即兴的 那也都因为自己不懂 所以 不懂镜是 其实是一件好事 好啦 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会拍老公的戏 会 谁不想拍他的戏 现在 就是我要排队 现在 排队应该不用了吧 其实 他是一个 真的要 合格式才会用 演员的一个导演 就是不要说我 譬如说他刚刚那套 《少年的你》的女主角 男主角 他们都是 甲级流量的 当红的演员 都是经过很多的Casting 试了几次 才会觉得 这个角色给你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合作的演员 因为他 他本身做过演员 所以他很懂 所以他很可以 逼到一个演员 去做一些自己平时 没有做过 但其实 自己的潜能 对 没有 暂时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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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们都 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憧憬 就是 先生和你也有共识 就可能 做事先 对 真的 如何考虑领养呢 都可以 大家都觉得 如果 他早有一天 觉得很想要的小朋友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那会不会考虑 可能 失责一下领养了我先 现在我们 仰什么都仰不够 因为 首先 他又不在 我又 常常都不在家 真的 仰什么都不行 现在是 不怕的 你寄些钱过来 我会写一些心意卡 给你 也很选择 领养 不是只是给钱的 你还要是 最主要 我觉得是个赔盘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不ready 去做父母 我们大家会觉得 是我们的工作的性质 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在外 没办法去 真的 贴身地 去 跟小朋友 去 伴着他 完全明白 所以其实我是很独立的 Fitness 我每晚 开着电视机 播着你的剧 跟着 数着你 记住我的钱 其实我都 照顾到自己 但他应该喜欢多女生 其实 我其实都可以 拍 好啦 你已经很远尊 拒绝了 不要计 因为我每个 访问的嘉宾都会问 他们会不会拿的 哦是吗 这个是我做这个访问的 那有没有人说会 暂时没有 是啊 当然有的时候 我就会停了这个系列 我这个其实都帮我自己 找妈妈 爸爸 OK 不怕你想想 你将来想想 好啊 你想起我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啊 我可以问你多大 你想我多大 我没想到 你多多年出生 如果你 如果你小过我 我都可以想 我可能 我31 我31 那不行 我没可能 领养一个 比我大的人 那不怕 那有他 真的不好意思 我再找找 没问题 是啊 我只是帮一帮他 那我希望 未来这两年都是这样 继续去进行 还有 又刚刚签了星梦 决定了做歌手 那我希望发展的方向都是 歌影视三方面都有 那电影 电视剧和歌 那我希望三方面都可以有 有好的歌 好的角色 可以做到 就是我到现在这个moment 你问我 我依然是一个演员的心态 不过我 给多一个方向自己去发展的 就是只能够去保证 我一定会很尽力去做 但是 什么效果 什么结果 真的没有人知道 就是一个冒险 就是touch food 出了歌之后大家 不如你也是专心去看 都可能会有的 那我都要面对这种压力 但是不要紧 就是 doesn't try to try 那就 人一世一世 有机会就要试一下 都对 不试那没人知道 就好像当初你鼓起勇 去纽约那里学戏 是的 有时候真的 你永远不知道 会是怎样 但是 既然是一个好的机会 而你又不抗拒 又喜欢那样东西 其实你也有兴趣 那就试一下 那说起拍剧 下一个问题就是 问你一下你 他说你拍这个 我现在就拍香港爱情故事 一问 那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事件 其实是和家人的关系 令我很深刻的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单身家庭 那家里有一个弟弟 但是 没有那么多人 那么热闹的 那我在这个戏里面 又要演一个很cool的人 但是其实我 是很想投入在他们 很热闹 很爱大家的氛围 另外一件事 就是和我的男伙伴 那他的show是假的 是粘上去的 那我每次和他咬完之后呢 我都会整面酥的 那我 就是咬完之后 你也有酥的 那样的 是啊 那你知道我皮肤都白了 就是很显有酥的 那所以 每次都要NG 或者要去处理 都是一件事 那他会不会忍不住笑啊 你的partner 他会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是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因为会 预料是这样 然后我们咬完 那样 移开之后 我们还有对白的 还有东西 然后他突然看着我 他就开始笑 我心想 喂你不要那么专业啦 你笑什么啊 他说 你是不是博NG啊 哈哈 想咬多几次啊 原来他说 不是啊 你整片都是show 然后我才 照镜就觉得很离谱 可能我下次 如果真的有机会拍摄 我就像一些假的show 就可以有多几次机会 NG 做得好一点 都是有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你想这样做 我不想 我想做好一点 不过我又学到一些 好 那我们继续嗨过 之前也拍过一部剧 叫做《假设性无罪》 那这部剧 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事件呢 其实这部剧 是讲办公室性骚扰 最深刻的就是 跟梁汉文那场激情戏 所谓他侵犯我那场戏 就是自己也是第一次 这样被人性骚扰 所以在现场是 幸好大家都认识过 但是发现 原来真的发生的时候 都真的会 很不舒服 作为一个女生 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 因为那部剧 讲很多男性 在职场都会这样 性骚扰女性 然后呢 其中一个 那个是特约演员 就是不是我们的主演 说他不摸我屁股 但是呢 是就位而已 那现场的时候 做呢 即是我的助手 经理人 甚至是导演 已经提醒他 不用真做 不用什么 但是 怎料他的行为 是越来越令人 觉得很尴尬 就是我发现 原来女生去到那一刻 真的不知道怎么出声 但是幸好 身边的人都很眼里 觉得喂喂喂 那真的截住他 不过这件事 我想其他女生 可能都要住 其实男生也是 可能我们平时 看到这些 都要想 为什么不叫救命 或者为什么不叫救命 其实可能真的当下发生 我小时候上学都试过 我也被男人摸过 那你都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 我就害怕 是啊 你真的会 啊 这样的 那怎么办 又好像要保持一个鎮定 是啊 你又害怕 我又害怕误会他 他是不是做什么 你是不是跟我说嗨 是啊 就是那些 但是因为他摸那只手 是啊 其中一个就是 你觉得 我是不是误会了他 是啊 所以女生真的 男生都是要注意这件事 可能真的想想要 要叫出来 真的很大事 不是经常都会有人发现 婚姻生活 有没有什么适应 还有最近一次 吵架是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 你问我 真的唯一的改变 就是多了留在家 不过现在就不是 就是因为 一要做事 又要看 吵架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这件事 就是拍拖到现在都没试过 这么厉害 因为我和他的性格都是 总之如果真的不开心 就会不出声 那一不出声 就知道 哎呀 是不是有什么发生了呢 是不是不开心呢 是不是不好呢 那么 他是一个 没有那么计较的人 明白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曾志偉的媳妇有没有什么压力 曾志偉的未来媳妇有压力 做了曾志偉的未来媳妇有压力 做了曾志偉的未来媳妇有压力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当大家觉得曾志偉的未来媳妇有一个这样的名字的时候 你好像 总是 那我 那是不是要有什么 就是当大家对你有期望 或者是好像 你又不是 又不是 又不是 就是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但是现在做了就发现 其实都是做回自己的 更好了 已经没有人再去问那么多东西 压力就没有了 因为 就是他们家里都是比较 好casual 好 好尊重个人自由的一个family 大家都是做回自己 最舒服的状态 就OK了 那 全部问题都已经问完了 那么再一次多谢 Finnis 就是我们这次的访问 各位观众 有兴趣的可以留意一下Finnis的新剧 就是《香港爱情故事》 现在正在播放的 对吗 是的 现在正在播放 是的 每月一至星期五 十点半 新时段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还有未来就可以关注一下 可能Finnis 应该是未来的一月二月 可能就会听到Finnis的歌声 好吗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 谢谢 Finnis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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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